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好 欢迎收看TNews 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TNews 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新闻来看到新北市环保局接会议员的通报了 新北市中和区中原沟沟水 疑似被偷排废水 沟水变色了 而新北市环保局经过检测 沿线追查 是一金属制品制造公司偷排放重酸清洗液导致的 而环保局也立即是依法告发 有民众向新北市议员张志豪反映 中和中原沟沟沟水呈现核色 环保局接获举报后立即前往稽查 经过比对是沟旁科学园区内的某金属制品制造公司 将酸性废水排进雨水道导致中原沟变色 环保局现场立即依法告发 雨水排放口的那个地方的确里有残疾 那我们透过这个残疾去验证说 它到底是属于强酸强碱或说其他特殊的污染物质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把那些性质定性之后往上游去追溯 那再透过比对这些特定的定性的性质 才能够去锁定这家厂商那个设有重贤 它才坦承的确他们有相关的清洗的动作 导致于强酸的废水直接排放到雨水沟 然后借由雨水沟再进入到中原沟 造成中原沟整个染红的一个现象 为了强化中原沟沟水的水质管控 市府已将中原沟纳入新北河川流域治理平台重点列管 按时追踪给居民更完善的生活环境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流域治理平台 以跨机关的方式除了环保单位的一个机查 水利单位的一个水水文的一个改善跟整治 还有经济部门他们针对产源 也就是产业面的一个辅导污染减量改善 全面性的去做一个处理 除了机查我们做辅导 我们也做现地的一个改善 让中原沟希望在将来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改变 依据水污染防治法规定 气质污染物最高可储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还 便宜行事偷排废水可是得不偿失 好另外来看到台中市议会都发建设水利委员会审查预算 其中针对污水接管率呢 台中在六都排名第四议员提出了疑虑 而水利局回应了台中属于新成立的直辖市和台南桃源背景相同 接管率远超出这两都可说是遗祖冠军 污水接管工程在台中市各区不断开挖 拼普及率目标114年总接管户数突破35万户 进度议员关注在市议会都建水利委员会引发热烈讨论 全国平均达到了39.78了 但是我们只有24.71 所以这普及率到底是做多少状况补助多少 有关接管率议员指出台中市比全国平均低 在六都排名第四究竟怎么回事 台南桃源跟台中我们是比较算新成立的这个直辖市 所以我们还合并了以前的县 所以这三个应该算一组 那这三个一组之后呢 我们其实是这三个直辖市的第一名 事实上台中市的污水接管户数107年只有17万户 从108年到110年连续三年 每年平均接管超过2万户 而109年更接了2.9万户 不到四年成长8% 幅度六都第一 而一都市开发时程拆开来看 新北台北高雄属于较早发展的都市 接管率都在40%左右 而台南桃源和台中是后来才升格直辖市 而且同样面临现实合并原县区的低开发 以相同标准来看 台中优于台南桃源可说是遗祖冠军 108年109年110年 我们每年的污水接管都2万多户 尤其是109年到2万9千户 其实都创下以前台中市最高的记录 污水接管建制工程六都成长第一 关键原县区如何跟上市区脚步 工程施作方式及民众的观念问题 也成为讨论焦点 到时候把房子接坏了又怪到政府 看不见的建设台中市污水接管 一年中央补助14亿 盼能争取更多加速接管户数 而水利建设不只是事不着急 议员们也很关心 预算审查最终付贷决议 请水利局加强城市污水接管率 并强化工程品质 积极提升预算执行率 桃园市中立区信义国小旁的人行道 从7月初开始动工更新 预计整修为人本道路 但工程动工之后却停摆很久 造成民众的不便 当地里长邱仁德询问中立区工所 厂商的合约压在8月31号 工所将要求厂商赶紧来施作 务必在开学前完工 桃园市中立信义国小旁人行道 利用暑假期间施工 将道路更新为人本道路 成为更适合行人行走的友善空间 这项工程虽然只有短短100多公尺 工程包括树木的断根 底层绑钢筋网水泥灌浆 铺面喷花等细节相当繁琐 而施工单位从7月4号将人行道刨开后 就一直停摆至今 许多民众是抱怨连连 来做的人员很少 工程人员很少 所以进度就很慢 一直都没做好影响到你们 会啊 那当然会要开学到了 小朋友那么多 而且那边又不能停车 有人可能不知道这里在施工 然后怕对家长和小朋友们 造成不方便的困扰 会有危险 对 会有危险 但是做很久了吗 你有看到那工人在做吗 有 他前两个月在做了 有的住户甚至上网批评工程牛布话 严重影响行人的权利 当地里长邱仁德向中立区公所询问后 发现开口合约到八月底 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台风季节来临 若不尽早动工 延误的工程 届时恐怕影响学童上下学的安全 里办公处在7月中的时候 7月20几号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他除了开挖好了之后 目前的现状 他就没有再继续的一个施工进度了 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跟区公所在联系 在公务客这边在联系 我们希望这一条人行步道 能够在开学之前 甚至能够更早 可是在八月中就能够完成 区公所允诺说 今天厂商会在今天来进场施工 那我就持续的来关切这个 后续的施工的品质跟进度 在地方的压力下 包商今天已经进场 里长邱仁德表示 他将持续监督 虽有时间压力 仍会要求做出最好的品质 让人本道路发挥应有的功能 民众能够行得更安全 苗栗县竹南镇公所 接管国道3号二高桥下的空间 打造全线手座滑步车公园 而周边也正施作运动场域 以及邻里公园 不顾疑似施工的沙石散落到车道 造成学童手部小摩擦 公所货报已经是立即清理完毕了 而后续也将会加强维护镇内公园安全 竹南二高桥下滑步车公园 去年启用至今广受好评 每到帮馆周末假日 吸引许多家长及小朋友休息玩耍 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 使用不到一年的车道 却布满了沙石 血统手部也因此出现了小摩擦 血统的滑步车那边 刚好旁边也正在施作 那可能有一些细杀 可能沾染到还是怎样的原因 让小朋友不小心受伤 这点我在当天 就派我们相关的人也做得清楚 那当然耳后 那我们会特别注意 每个场域看怎样 那也希望这个维护 也是大家共同来维护 如果有什么点发生了 什么问题或是比较不好的话 马上提报给我们 我们会做立即的处理 政公所接过民众反应 第一时间已派员清除 研判是公园两旁的工程沙石 灰尘散落纸车道 影响骑程安全 除了要求厂商施工时多加注意 也将不定期巡查辖内大小公园设施 尤其现在这个 市场清除公园 使用力很高 当然一些东西 一些这个设施 因为使用力很高的话 可能也会破损 这方面我们也会特别来注意 那希望说家长陪着小孩 来公园在做休息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政公所呼吁家长 配同孩子游戏的过程 务必再三留意 另外公游环境 需要民众共同维护 除了维持整洁 如有发现设计缺失 安全疑虑等问题 可随时向公所反映 并加以改善 全长大约4公里的新屋绿色隧道 是桃园市的知名景点 每到假日 总是吸引了许多游客到这儿来骑车 享受滨海风光 不过呢 绿色隧道启用到现在 从没有全面整修过 现在有不少的路段 都出现了坑洞和裂缝 新屋区公所预计在8月 动工来翻修 拼10月底前完工 游客在绿色隧道里 悠闲骑着脚踏车 一边欣赏滨海美景 感觉好不惬意 新屋绿色隧道又被称为绿色走廊 长达4公里的自行车道 两侧都是绿印 骑起来非常凉爽 加上邻近永安渔港 成为桃园热门景点之一 我觉得都很好啊 那缺路况还可以吗 路况是还可以 到访游客对绿色隧道 都赞不绝口 不过经常到这运动的民众 还有脚踏车坐令业者 却有不同看法 太阳直晒 然后再来是设它才比较多 然后都比较凹凸不平这样 关台址下去有一段 几百公尺啊 路况是怎么样 就那个薄油都回准啊 那已经可能超过十几年都没有 都不曾铺过啊 绿色隧道完工通车至今已经15年 车道从未全面翻修 不少路段都出现坑洞裂痕或是高低差 骑起来不但商车也很危险 师傅编列2800万元经费 预计8月底全面翻修 那但是我们在铺面的部分 我们预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这五天的部分 来完成这个道路铺面的部分 那其他的路原石跟葬明的部分 会总共这样子加起来 要75天的时间 工程预计8月底洞工 10月初晚工 四公里车道 除了使用环保材质重铺 还会增设540组地灯 增添浪漫气息 救逆车工队 叫叫声拋滑 救命 救命 救我的女儿 叫 大声呼救 叫 打电话求救 升 无限延伸救援力 抛 把漂浮物跑给溺水的人 滑 能用大型浮具 快速滑向溺水者 叫叫声拋滑 就逆五步 又离五步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桃园市新屋区和中立区的交界处 有一口面积大约三公顷的皮糖 在民国79年就被化为工医公园 由于产权很复杂 十几年过去了皮糖依旧是杂草丛生 反观不远处同样被化进都市计划区的中立方向 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了 也让地方抱怨实在太不公平 中立新屋相隔一条街 发展却是两样情 从新屋往中立方向一分为二 左手边是中立 右手边是新屋 两边都是过林重花区 一边是住宅区放眼望去建案满满 另一边则是公共设施保留区 但现在这里不但没公园 皮糖更是荒废已久 杂草重生 但是左边的中立区的住宅区 已经发展的满满满满的 但是右边的我们的公园 公园预定地到现在一个动静都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市府能够尽早的开发 眼前这口皮糖在民国79年 就被划为投州公一公园 但30多年过去 公园规划完全临近度 对比一阶之隔的中立开发蓬勃 也难怪新屋居民觉得不公平 而皮糖迟迟未开发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权复杂 三公顷面积有私人地 有水利地 连铺条简单的步道都无法 对此议员也提出建议 市府自有的地 其实就超过了3000平以上 所以对一个公园来讲 其实是足够的 反而是9000平的公园 它的管理维护更困难 那在现有市府的地 足够之下 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市府能够尽快来 开发这个公园 过去投州人口不多 但如今住宅邻里 公园设置的确有必要性 议员要求市府加快找步 增加居民的休闲活动空间 苗栗县头份市尖山里 米粉街周边的路段 每到夏季傍晚 电缆缆线上 终数会出现密密麻麻的燕群 鸟粪就像下雨般从天而降 而居民十分困扰 日前经过地方反应 获得台电公司同意 将电缆地下化 预计在今年底前就能完成 天色渐暗电线上聚集整排燕子 数量惊人 积极喳喳不停 行经民众还得注意 鸟粪随时从天而降 位在台十三县 临近头份市尖山米粉街的路段 每到夏季傍晚大批燕群七席 民众不敢将汽机车停放门口 就怕隔天一早 车身全是粪便 本来是有够请 那经费够了 后来答应台电要做的时候 经费又不够了 反正就推推拉拉好几次 一波三折就对了 到那个去年 就申请再重申请 他的经费够了 又入证的问题 入证没有完全 又不能开挖 鸟粪南清洗 已困扰了当地住户20多年 地方民贷多次向台电反映 以示经费不足等问题 迟迟未解决 日前透过立委徐志荣的协助沟通 台电公司允诺协助 立法媒徐志荣 然后请当地的秘书 主任秘书陈安琴协助 旅长那些 才会今天如果说今天 如果8月1号确实会开挖 要来施工的话那就确定 这个当然我们还是要跟当地的公务段那边 去了解看看才可以来施工吧 县福农业处表示燕子每年春夏由南 飞往北部觅食 冬天带水滨霸往南遗寒 是候鸟的习性 第一个当地的生态的一个环境非常好 那当然还有个点天气炎热 天气热的话相对的一个 虫的也比较多 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子 这个燕子他们就比较有一个 密室的一个机会 那再来就是因为 燕子它如果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 高温的时候 它会来在这一个一般 在这个电线干 比较温度比较低的这个电商 来做一个栖息的一个 这个动作 台电多次灰干之后 同意将电缆地下化 目前已取得道路开挖许可 后续将与施工单位 确认进场时间 预计今年底前可完工 面对气候变迁 净零转型 一直都是全球关注的议题了 情意扣大因此成立碳中和中心 透过碳盘查 碳减量 碳全交易 帮助产业达到减碳的效果 而现场更展出碳排查的成果 透过丰富经验 建立净零排放的机制 一片欢呼声中 情意科大碳中和中心 正式成立 透过碳盘查 碳减量 碳全交易 接触产业达到减碳效果 首先我们做 温室气体的盘查 还有那个碳足迹的盘查 第一阶段盘查完毕以后 才进入第二阶段 碳减量 那碳减量 大概就有两个方式嘛 就是产品结构 这个要化财系会比较好 它的产品结构 第二个就是制程 这些都可以把那个碳减量 学校这边能够来帮我们忙 我是觉得说是一个很 很直接很快的方式 而且可以让学生们 去了解这些世界的趋势 面对气候变迁挑战 精灵转型成为全球关注议题 碳中和中心协助产业建构 温室气体盘查 产品足迹盘查 还有减碳能力 现场也展出碳盘查的成果 像是一台82.14公斤的电动机车 排放475公斤的二氧化碳当量 轮胎每一公斤排放2.923公斤 二氧化碳当量 藉由丰富的盘查经验 希望达到相对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标 为了我们大台中地区的厂商 他们对于怎么样子来做碳盘查 怎么样子来做产品碳足迹的一个盘查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困惑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帮我们的厂商 来提升碳管理的能力 那也希望在2050年之前 大家都能够达到净零碳排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社会永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净零转型 碳中和中心的成立协助企业盘查减碳 建立净零排放机制 正确善用辅具能够提升使用者的生活品质 苗栗县政府社会处为了了解使用者 照顾者使用状况和保养观念 从8月份开始推动辅具适配服务 针对首次使用轮椅 还有一位类辅具 电动病床三类对象提供指导 让民众能够更切合辅具使用 手动的部分 那这台是以电动模式 那电动模式它就会有图片的选择 那就会有涵盖就是头部的上升 脚部的上升 电动病床是许多居家照顾重要的辅具之一 但使用上有哪些该注意 未必人人都知道 苗栗县辅具适配服务 8月上路详尽说明 我们专业的评估人员发现 民众在使用辅具当中 有时候会因为使用辅具操作不当 而反而造成我们的身体不便 或者是说生活更不便利 那所以我们自今年8月1号起 推出民众取得辅具适配服务计划 那这个主要的内容是针对我们三大类的辅具 适配服务的项目针对首次使用电动病床 轮椅一位类辅具为主 辅具资源中心评估人员会议情况 也会到宅了解使用的情形 做保养卫教 像是一位腰带看似简单 但如何使用固定以及协助起身都有技巧 一位腰带可能也会产生 就是说像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绑上去 那最后觉得不好用就没有使用了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像轮椅的话 其实轮椅真的白白肿 那所以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说 太大或太小 那或者说怎么这个后来进不去门里面 之类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都可以透过一个适配服务 那我们让我们民众可以使用到 更适合一些浮发需求的辅具 除了辅具资源中心 县内七个乡镇市也增设辅具据点 只要使用上有一律都能够前往寻求协助 让辅具真正的发挥提升生活品质的效果 这阵子午后常有强降雨 台中市西区吉隆里就有里长参选人 发起了爱心伞免费出借 买来多把雨伞 在办公室设立了爱心伞站 提供给附近的学校补习班 或是往来民众免费借用 已经有很多人受到帮助了 还有邻居买伞来捐 一起响应 谢谢 一早送来全新的雨伞这么多把伞要做什么用 这边做爱心 爱心的啦 没错免费捐赠当爱心伞 因为这阵子午后常有暴雨 七楼下经常都有躲雨的民众 因此有了设置爱心伞站的念头 像我们在学区旁边 那有很多家长可能带着小朋友 都会在这边突然下大雨的时候 在这边奔跑 甚至在七楼躲雨 这座爱心伞站就设置在西区的吉隆里 紧邻大勇国小学区 附近有校园 有补习班 还有法廊小吃店 遇上午后突然降下大雨 常有亲子族群没带伞 只能待在七楼躲雨 我在念西楼后 过去楼没照伞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做没法的 然后客人如果突然下雨 没带雨伞的时候 白天艳阳高照 典型的夏季气候 午后老天爷大变脸 晴天变雨天 看看统计数据 今年7月下雨天数 占了一半以上 从7月28号开始 到8月5号 更是几乎天天都有下雨 没有带雨伞的 可以拿着我的雨伞 先拿去挤用 那等用完了再归还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社会的正能量 夏季隐身在社区里 的爱心伞站 雨天送爱 在降下及时雨的时候 送上这把伞 为民众党雨也 帮这些里民 帮这些市民 撑起一片天 资人循环 深深不息 欢迎回到熊现场 年轻人生的少 为了抢救少子化危机 台中市市议员 何敏成提案 育婴流停这个留职停薪的津贴 从现在半年延长到一年 不过也有市议员认为这样的福利措施 应该由中央统一来执行 才不会造成台中市的财政压力 孩子一年生的比一年少 为了抢救少子化 市议员提案 延长育婴流职停薪津贴到一年 中央补助半年 接下来由市府编列预算 上午在市议会 民政委员会审议 何敏成说 延长育婴流职停薪津贴 可以让年轻爸妈 更放心在家照顾孩子 就能借此鼓励生育 改变人口负成长的劣势 但也有蓝营议员认为 这些福利政策 应该由中央执行 全国一致才公平 而劳工局也回应 发放补助津贴人人爱 但财政是最大难题 老公局建议演议办理 而市议员黄首达 则让数字说话 强调市府有能力 可以照顾更多年轻爸妈 结算数比预算数少了533万 那所以代表说 其实我们还有这笔金费 是可以运用533万 那如果又刚刚在提案内容里面 所提到的 平均一个育婴流职停薪的案件 平均为1万8千多块 如果这样子翻算下的话 533万其实可以照顾 将近300件 五百多万元可以让三百多位 劳工延长育婴流职停薪津贴 但为求审慎 委员会决议 请市府研议办理 提案人何敏成则要求 保留大会发言权 桃圆市观音同济会 长期关注教育 有感于城乡教育的资源落差 发起送书到观音活动 除了捐赠10所国小 超过1000册的书籍 另外还加码10台AI教育机器人 要让观音的学童 享有和都市学套同样的学习资源 观音同济会长黄辰州 将书交到教育局主秘赖盈奎手中 主秘也回赠感谢状 完全简单隆重的捐资仪式 有感于城乡奏语资源落差 为了让学童有多元的学习机会 观音同济会发起公益证书活动 捐赠观音10所国小图书1000册 还有10台AI奏语机器人 前会长也是现任市议员 吴宗献也共享试据 除了捐资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AI智慧型的机器人 现在的机器人都还会跳舞 你还会有感受 所以我们每个学校都有捐一台AI机器人 这个让小朋友们能够很开心 因为现在都是数位科技化的时代了 那我们希望在教育这方面呢 观音区是属于比较偏乡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活动呢 抛栅引益 赠书典礼今天上午在观音国小举行 捐赠总额超过40万元 公益团体依助教育 而桃园市政府去年更编列500亿元就与经费 超过总预算三成 目前桃园市的书生比为1比44.5 平均一人拥有44.5本书 偏乡更是上看200本 孩子欠的是机会 那今天几个热心的公益团体 同机会等等 就是带来这样的机会 带来图书跟机器人给我们的学校 提供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 送树到观音 让孩子有机会阅读到更多课外书籍 透过书本开拓更宽阔的事业 新北市板桥国中即将进行创团以来 首次对外演出 雀跃的心情可见一般 平常除了勤家练习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兼顾防疫工作 还能有完美的默契 接下来带您一块来看看 他们团练的过程 每天下午固定时段 团员们就会自动自发地出现在音乐教室 边车边注意音乐 虽然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可是荣誉感以及团队的向心力 就是板桥国中管乐团自律的最佳表现 1 2 3 4 大家互动一点 我觉得其实学习乐器对课业是有帮助的 在课业高压的环境下 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心灵放松的东西是一个很棒的 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时间 团员从国一到国三都有 即便有升学课业压力 仍旧是吸引着团员坚持着兴趣 正因为管乐团的演出和练习 正是身心的最好疗愈 也正因为课业不受到影响 反而提升了学生的自主性 家长更乐于支持 因为国中是受同侪影响较大的一个阶段 然后刚好学校有成立这个管乐团 它属于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氛围 然后特别是这次演出前这样 大家齐心齐力的团练 我觉得很难得邻居那种 彼此之间同侪的那种归属馆 这是在他国中这种枯燥的学习历程中 是很难得体验 而事实上板桥国中创校以来 在民国82年就成立了军乐社 发展到了110年才转型为板桥国中管乐团 在校长和家长会的支持下 透过外聘师资以及更新的乐器 期待在陶冶学生心性之余 还能为学校争取演出荣耀 特别感谢我们学校的校长谢成寅校长 以及我们的家长会会长张家明会长 那还有我们本校的学务主任李济明主任 那我想一个乐团的一个管乐团一个成立 绝对不会是靠自己的一个力量 一定是大家的共同的众志成城 所以才会说特别想要借由这一次 算是我们孩子第一次短乐社的初登场 那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登场 能够打开板桥国中管乐团的一个能见度 即将进行的校外演出 不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 尤其学校相当保护孩子的健康 每一次练习绝对落实防疫规定 也期待他们社团的首场演出成功 享誉国际吸引全球千万人打卡的 超人气光影互动艺术展 未来游乐园首度将完整的九大作品 移试到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来展出 将光线色彩和声音融入 让参观的民众借由碰触的互动方式 共同来创作出不一样的全新作品 融入光线色彩和声音 五彩缤纷的鲸鱼就在眼前悠游 这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团队 所打造梦幻的数位游乐园 今年暑假移试到高雄的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 特别是这个让民众彩绘自己专属的动物 再透过扫描的方式将作品投影到展区 它很特别是它光影的创作 是跟一般的就是一般像图像 或者是一般作品呈现不太一样 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画蝴蝶 或者是画什么样的图示 你就可以照你上面想画的去画 然后画完之后 它就会帮你展在就是展场当中 就是你会看到你自己画的图案 你在那边飞舞或者是游动来游动过去 这样子我觉得很特别 而这个结合跳房子游戏的展区 创造出不同颜色的缤纷动物 年初在台北厂 吸引超过二十万人参观的 未来游乐园 首度将完整九大作品 移试到高雄 借由共同创造概念 让参观的民众 创造出不一样的全新作品 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多逗留 第一个部分是远古神灵故事 它在里面用一个包覆式的空间 让过往的象形文字 然后再透过大家的触碰 产生更多自然的变化 同时另外在天才跳房子的部分 我们这一次展出的尺寸 是其他地方的两倍 已经跟我们台厂的就是固定管 是同样的规模尺寸 我们把很多跟动物以及花 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 都可以让参展者 特别是小朋友 可以跟他们产生非常多的互动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有九大作品区 每一个区都有不同的感受 进到展场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打卡拍照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穿浅色的衣服 让这个光影在您的身上 投射出来会更漂亮 每一个作品 透过参观民众不同的互动方式 产生绝美的感官体验 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沉浸式体验 第一就是在图压大自然的空间里面 我们放到了更大 更高的一个空间感受 然后同时在我现在后面的场景里面 它产生一个两个鲸鱼 一直环绕在里面的悠游的镜头 可以让参与的人 跟这个空间产生更多自然沉浸式的感觉 那你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所有作品 其实都符合我们的共创的一个概念 所有的作品除了鲸鱼之外 都是大家绘画 然后扫描 进入到这个涂鸦大自然世界里面的 那我们其他的作品呢 每一个都是具有像这样子共创的意义 所以呢非常鼓励大家进行一些触碰 墙面的触碰 地面的踩踏 或者是球体的运用 用你的五官之觉去参与我们每一个作品 才能让我们的作品呢达到百分之百 视觉跟声光的完整的一个丰富效果 来自日本的艺术团队 以互动式的光影 3D投影等科技创造互动艺术展 已经吸引全球千万人打卡 共同体验 现在不用飞到日本 就能够在科工馆体验得到 苗栗县最靠近海的学校 位在通宵镇新浦国小 而一般通学步道 多数以继承道路 沿着学校围墙来僻建 不过呢新浦国小不一样 是以海堤作为通学步道 整理过后的步道 路面更为平整 上下课都能欣赏到美丽的海岸风光 也成为苗栗最美通学步道 海浪拍打着岸边 站在海堤上望向大海 可以欣赏到新浦渔港海岸线的美丽海景 通宵镇新浦国小 是苗栗县最靠近大海的学校 一走出校门 跨过海堤变道 就是海滩 待会我们还要做践行的活动 你喜不喜欢我们学校的海堤 是不是学校非常漂亮 通学步 教学步道往海里面走 最主要是我们有推动海洋教育 那新浦国小是一个推动海洋教育创新 与教学的那个基地学校 我们希望把这个基地能够逐年地把它营造跟建构得非常好 坐虚间车就可以到达新浦火车站 从新浦火车站再走到我们这里海堤几分钟而已 有别于一般学校的通学步道 多是利用继承道路沿着校园的围墙而建 通宵新浦国小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教育资源 不但是苗栗县海洋教育创新教学基地 就连这通学步道也和海相连 以海堤作为通学步道 会在海堤上面把游客留下来的垃圾进行打扫 以及在海堤前方有一些海漂的一些垃圾或塑胶类的 我们会把它捡起来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培育我们的孩子知道说 要维护好我们学校前面这个海洋的生态 那除了我们看了会非常的舒服 也希望能来到新浦社区来享受这个设施的这些人们 能够知道一起共同来维护海洋生态环境 师生每个月定期浸滩维护清洁 近期重新铺设的海堤步道也更为平整 学生上课放学就在海堤上 都能与海洋亲近 成为苗栗县最美丽的同学步道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银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随手做分类让环境变得更好 新竹县推动垃圾减量有成 火环保署金纸奖的肯定 而县府就颁发奖座和20万的奖励金 给宝山竹东竹北 穷陵四个特优奖的乡镇 肯定呢 这个分天分类 社区参与踊跃 都让回收增加垃圾减量 各乡镇事工所上台受奖 新竹县推动垃圾减量有成 或环保署金纸奖肯定 县府颁发奖励金和奖牌 肯定推动资源回收 基优乡镇 我们有四个乡镇得到优等 是包括的竹北市 竹东镇 宝山乡跟琼林乡 而我们的坚持乡是获得最佳进步奖 所以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乡镇市要向这些得奖的来看齐 同时我们也要全线乡镜 大家一起来做好资源的回收 然后减少这些垃圾的这些数量 全县资收率从103年的42% 提升到110年的58% 包含资收目标达成 资收业者管理和宣导执行成果 新竹县连九年都获环保署 第三组县市荣誉佳基 今年也评选出四个特优奖商政公所 颁发奖座和20万奖励金 其中竹北市协助市场和饮料店 出于分类 琼林结合社区重整规划资收场域 回收率大提升 宝山移工宿舍 融入外语宣导分类 拍摄示范影片 主动则实施分天分类回收 一年多来回收量增加了30% 让居家环境变更好 我在上任一年多的时候 我们的彭队长非常的用心 他就建议我们这个环保政策 以及这个分天分类 我们也做多次的数十次的一个说明 这个在政公所楼上开会也多次的 那我想这个是现在我们的乡亲 也非常习惯了 这个是非常好 那也是增加到我们的资源回收的量 每年都有增加到30%以上 30%以上 所以我想这个对个体户来讲 他们也增加他的收入 其实个体户他们 对后续细项的部分 他们的这个分类也是简化多了 肯定清洁队各村里环保兼兵的努力 标扬四个自收机幼乡镇 建石乡也获班自家进步奖 要持续做好垃圾分类 爱护家园环境 好 另外来看到苗栗县苗栗市公所的 清洁队员彭维玉呢 今年62岁进入清洁队不务超过20年了 而今年获选全国模范清洁人员 他曾任清洁队回收班的班长 规划厨余堆肥示范农场 现在呢负责稽查 他谦虚表示维护环境 不只是个人的付出 而是团体的努力 苗栗市公所清洁队员彭维玉 进入清洁队超过20年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清洁人员 付出获得肯定 清洁的工作是 是我们所有清洁队员 大家一起的 这个团队的一个精神 也并不是我个人就有办法 这个清洁 所以我们清洁队 只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给市民一个干净清洁的 这个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清洁队有一个 什么东西不用做 做就对了 洪威玉今年62岁 从清洁队的基层做起 曾担任苗栗市清洁队 最早的回收班班长 后续也投入 厨余堆肥示范农场 相关的规划 现在负责稽查 清洁队员总是站在 与民众接触的第一线 要能坚持可不容易 清洁队的工作 包容半项 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自己 一个人生的一个挑战 真的 这是看到环境的整洁 是很大成就感 还是看到什么 是觉得是最大的成就感 给市民一个干净繁净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宗旨 我们的队员都是默默的在做 默默的在付出 我想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清洁队员 一点鼓励 我相信他们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有清洁队员的付出 居民得以在好的环境中生活 彭维玉也以做就对了这句话为目标 持续在环保清洁中奉献 水果吃完果皮就成了有机废弃物 果香肆意丢掉相当可惜 太平区光龙社区发展协会 享受了庙方 运用当地盛产的水果荔枝 凤梨和香蕉等结合消毒液 教导社区的民众制作果香灭菌液 不但兼具防疫 饱满的果香更让人心旷神怡 将柚子皮一片一片放进蒸笼里 加了不能吃的果皮 这葫芦里到底是卖什么药呢 原来是太平区光龙社区发展协会 想出来的庙方 将废弃果皮结合防疫再利用 邀请社区民众一起来制作果香灭菌液 邀请我们社区的长者 然后我们用我们不要的果皮 下去废物利用 然后下去提炼精油 让他们自己都亲手做 包含这个贴纸 他们都是自己贴 全部都是自己来 就是我们的长者自己来 桌上摆满一袋袋果皮 有凤梨和香蕉等 这都是太平区当地盛产的水果 运用当地食材 老师带领社区长辈们学习制作 从贴标签切水果到加热萃取精华 最后再倒入75%的酒精调配 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长辈们也学得很开心 这边有上课我们就来 做这个精油 水果精油 我们就觉得很好 很好用 光荣社区我们这边 据点这边也配合老师 那希望长者 不管是他们在社区的据点 不管是共餐 以及我们所谓的手作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这个精致的苹果跟这个袋子 都是一针一线 有我们在地的老人家来去缝制的 那我相信这个年轻人要缝也没有那么容易 成品果香灭俊液 喷在手上不但有防疫的效果 扑鼻而来的果香更是让人心旷神疑 让社区防疫再加分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补偿 也没上病假 我要 打官司啦 别人欣赏你 劳动事件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喔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苗栗县后龙镇有三宝 西瓜 花生 番薯 而西州社区在活动中心旁的开心农场 一季节来伦种 近来呢 花生丰收了 阿公阿嬷是开心的忙着采收 而其他蔬菜也成为关怀据点的佳肴 吃不完的就意卖 所得作为社区运作之用 轻轻一拉 整把的花生收成 后龙镇西州里在活动中心 设置社区关怀据点 而为增加长辈的参与感 在活动中心旁的空地 开闭一座开心农场 除了种植一般的青菜之外 更以后龙农产三宝 西瓜 花生 番薯 作为种植的特色 因为一个土地不能种草药 要轮种 因为地上每次都种西瓜也不行 轮流种 我们去年种西瓜 没人就种地瓜 地瓜弄起来 我们就要种菜 因为我们这个是关怀祭典 我们是种的菜 我们自己要自己用 如果剩下的 我们再卖给水牛层 卖给什么餐厅 那个我们可以多一点机薪 回归到我们祭典来使用 特色农产 依季节轮种 暑假这段期间 则是花生的收成期 阿公阿嬷将采收回来的花生 清理泥土后 一颗颗栽下 要做后续的加工 我做花生酱 还有那个 什么糖果类的 来有社区来参访 我们就可以加减 为我们社区赚一点 那个一些福利的金钱 来供给我们的社区来活用 也变成我们的一个特色 对对也是我们西州里的特色 我们的花生糖是很有努力 在很认真 制作原味花生之外 还有花生糖 花生油等等 再加上平日采收的南瓜 以及各式蔬果 可谓关怀据点家菜之外 也制作成为社区办首例 而易卖所得还能够运用在社区运作 一举束的 开心农场的丰收喜悦 也让长辈热开怀 新北市永和区博爱荧光咖啡馆 周一到周五安排不同的课程 延缓长辈退化 这次邀请到园艺治疗师 指导银法族制作 植物生态评 课程不仅是有趣啊 还有丰富的知识 长辈们收获满满 永和博爱荧光咖啡馆 每周一至周五举办不同课程 让长辈延缓退化 这一次邀请到园艺治疗师 教长辈制作植物生态瓶 长辈发挥创意 用符植土 苔藓小石子 在小瓶子里摆出 自己喜欢的风景 前面就是小山 后面是大山 这样子 我想象了 我的设计是这样子 简单 每天就 拿回去每天就欣赏 幻想说好像我在爬山一样 课程不只有动手做 课前更介绍生态瓶的由来 历史发展以及循环原理 让银法族增进知识 随时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比方今天的胎选类 它是怎么样一个食物 让我们了解一些新的知识 额外的 以前我们球学当中 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一些东西 不错 很好的 非常好 完成的生态瓶 即使盖上盖子 两周不浇水 植物也能顺利存活 能让长辈感受生命的任性 创作过程更是美好回忆 在操作过程当中 他们可能就是会藉由专注 跟一些精细动作 跟一些操作的过程 他们可以做一些练习 然后还有一些互助合作的部分 因为有些长辈就会说 这个造景色的 好像没有你那么漂亮 然后就会开始相互沟通 这个人际互动 也是希望这个生态瓶课程 可以带来的一个效果 荧光咖啡馆每周邀请不同师资 指导长辈各种有趣 又能维持身体机能的课程 让银法族退休生活 同样能多采多姿 位在桃园市的竹尾渔港 是北部三大渔港之一 暑假期间旋转餐厅旁的沙滩 更成为民众喜爱的细水胜地了 市政府陆续投入5.7亿元 进行渔港改造 从彩虹桥整建 广场天幕都让民众很有感 而最近冲沙区重新亮相 也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 打开水龙头冲掉脚上细沙 游客细水离开 来到停车厂旁的沖沙区 就能做简易清洁 真的好方便 暑假到了 海边细水的人潮变多 为了让民众细水方便清洗 市府重新整建竹尾渔港冲沙区 以同去的海洋生物为构想 打造景观新亮点 是比较方便一点 玩水以后冲洗会比较方便 不会又粘塌塌地到处跑 有洗脚的区域就蛮方便 因为其他很多海水浴場 都没有洗脚的地方 或者是有洗脚的地方 就是公共洗脚 像这种水龙头就比较卫生一点 螃蟹 鲸鱼 海豚 成为进入沙滩前最亮眼的地标 可爱造型让人忍不住多看机夜 市府编列507万 进行冲沙区工程改建 包括三座节水冲沙区 墙面彩绘及修器座椅 小小工程让民众大大有感 有椅子可以坐是觉得 感觉上对孩子来讲可能比较方便 那大人也有地方可以放 节约能源的部分改善成这样子 真的有省到水 就是水不会一直让它一直流掉 卓尉渔港是北部三大渔港之一 市府7年来投入5.7亿元经费 陆续完成游艇码头专区 彩虹槽维修及薄墨铁木等工程 提升卓尉渔港的观光品质 高雄万年纪是左营地区的年度盛世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恢复举办 将在10月登场 以往万年纪重头戏 就是将火狮焚烧 传说可以趋吉避凶 而新享市城 但在庙宇建议保留火狮象征传承 并且举办火狮吉祥物的海选 结果由红黑蓝三种色彩搭配的 岩石王获得首奖 经过审慎评选以红黑蓝三种色彩 结合祥云前臂图样元素的岩石王 在近70件作品当中脱允而出 成为2022年高雄左营万年纪的 火狮吉祥物 因为我想要把它创造成一个 像是吉祥神兽的概念 所以他身上有一些传统的图纹 传统的那些图腾 就是像是螺旋纹路 或者是他头上的香云的纹路 或者是脚上的钱币的纹路 就是想要传来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 财运吉祥滚滚来的概念 创作者他心思也很细 他有考量到我们这个色系的选择 然后他也结合我们在地文化的特色 然后有加火狮的美感表现出来 以往左营万年纪登场时 首长得主陈佩华都会前往参观 得知今年举办火狮吉祥物海选 就决定报名参赛 尤其今年火狮将不再火化 陈佩华认为不仅环保 更有向下传承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特别 非常环保 就是可以避免火化产生的一些 对空气的污染 我觉得这个想法 就是对于现在这个环境 永续的概念 就是有帮助 今年因为也有考虑到 环保的问题 然后假如说我们这个火狮 经有海选之后 我们就把今年的火狮保留下来 那明年往年之后 我们就会根据 就采用不同的色彩 我们会给它做调整 做调整 然后仍然可以延续使用 就是有保留我们万年祭的历史精神 2022高雄左营万年祭 将在11月7号登场 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停办 而这次恢复举办 主办单位 左营区公所 其在地庙宇都格外慎重 除了举办火狮吉祥物 设计征途海选 更期待象征左营民俗庆典的万年祭 有一番新的景象 让火狮在开光的仪式当中 用比较隆重的方式来做一个开光典礼 结束之后也是用比较隆重的方式来做一个退神的方式 等到明年要启用了 我们再用毕恭毕敬的 类似一个请神的礼仪 再把它从仓库里面请出来 颁奖典礼上邀请在地青年古月演出 精彩的表演 增添轻松活泼的气氛 每年万年祭都是由左营区公所 与左营庙宇合作办理 而这次发起伙食海选活动 获得热烈回响 也为十月登场的高雄左营万年祭 进行暖身 2022左营万年祭 赞 以上就今天的Tnews 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滋贤 感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每天晚上8点 提供您最贴记迷的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恒灾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有这些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 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2 3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